过年代父求医记 作者 惠行 2018年2月14日 农历腊月29日下午 我从北京回到了河北零售县的农村老家 见到了久违的爹娘 父亲最近在咳嗽 感觉气短 谈中带血 在家中已输液治疗两天 母亲的意思是带父亲到我们县医院做一个检查 若无大事就回家 过年后再到医院住院治疗 于是我在家中屁股位落地 就开车带父亲直奔医院 谁知求医噩梦才刚刚开始 先带父亲发落罪签 并叙述一下父亲的病情 我父亲19岁时 第一婚时的阿姨好像不聪明 比我父亲大几岁 没多久父亲就和他离婚了 听母亲说 我家托着我祖父在县里的表弟和人家打官司之类的 因为这是后来我母亲和父亲在乡里登记结婚时 经管的秘书和其他人员对母亲都说父亲的名声不好 父亲和阿姨的婚事还是这位阿姨的亲姑姑 这位姑姑后来嫁到了我们村 由这位姑姑说的没 后来这位阿姨的姑姑生病死了 应该和这事有关 这位阿姨以后怎么样了也不知道 曾听父亲说过 他离婚时造下了恶业 一想到这事就心里不好 我带父亲向这位阿姨及他的家属忏悔 所以结婚要慎重 离婚更要谨慎 我家在糊涂河边上 石家庄黄碧庄 水库北岸 靠水吃水 我父亲从事过打鱼 用几十米长的绳子 绑着好多铁钩子放在河里 钩鱼抓虾 后又从事多年的饭鱼饭虾 手饭鱼虾不知有多少 尤其是虾还是小虾米食 慢到罐头厂 天天几十斤 多得上百斤 祖父大姐二姐和我 均也骑自行车 在虾往虾罐头厂送过 我家还捉过蚂蚱 犯过蚂蚱 小时候我有一干娘已经去世 看虚病特别厉害 以前在我家和我父亲母亲说过 再穷也不能弄鱼和虾 谁知弄鱼虾的代价就是父亲得了长达25年的 不能医治的疑难杂症 并且现在依然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疾病 再次我带父亲和家庭 向今生伤害的鱼菩萨 虾菩萨及其他众生菩萨忏悔 25年前父亲的脚趾头上有个伤口 也没在意 还用摸虾的手摸过 于是伤口开始溃烂 接着 每个脚趾头 每一只脚的脚趾头上也开始溃烂 于是开始吃药问医 无效 于是疾病开始往上走 脚伤 脚踝 膝盖 臀部 后背 每个手指端部及关节 手腕 肘 面部 额头 耳朵 皮肤溃烂 除了胸部 腹部和头顶 基本上体无完腐 床单 背罩也总是血迹斑斑 真是坐卧不安 最近几年疾病往口腔发展 喉咙也是溃烂 医生怀疑开始往肺部发展 医院最终确诊是变硬性血管炎 免疫系统疾病 无法医治 总之是求医吃药无数 疾病不见好转 药里有蝎子 蜈蚣之类的 牙齿也早都掉光了 真是苦海无边啊 饭鱼饭虾挣的钱 远远不够治病的钱 找过很多看虚病的人 让父亲供上什么先生之类的 父亲也不供 总之就是找看虚病的 也是看过不少 一言难尽 其中一位说 幸亏我父亲人好 我父亲的为人的确不错 还修过庙 我村有一个王母娘娘庙 修庙使我父亲和祖父出过很大的力 我也在庙上干过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父亲早就卧床不起了 也是为了父亲的疾病 我在2007年4月份 开始学佛和吃素 如果不学佛 杀到淫妄的今生 肯定要下无间地狱 中间一段戒律松弛 忏悔 我诵经给父亲回向 用地藏斩插轮 斩插了父亲的病 得的结果是 观所患大不条 和观所患 长久苦 父亲在2008年也开始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基本每日千遍 2008年时 有一位师兄 说我父亲前世 是731的日本士兵 用活人做试验 2017年一位师兄 说我父亲前世 杀狗剥狗皮 今生又吃鸡肉多 既在挠他 不过我感觉 父亲吃鸡肉好像并不多 那月29日下午 到了医院检查 CT显示肺炎也不严重 看父亲走路也是艰难 就和二姐安排了住院 晚上我回到了老家 父亲一人住院 那月30中午 我到了医院 下午6点 输液输完 大姐二姐都在 还说回家过年 初一中午后再来 主任医生说就在医院吧 大姐二姐离去 主任医生让做雾化 也就是戴着面罩 吸氧气和雾化后的药 雾化过程中 父亲突然出现断气 翻眼 生命垂危状态 所以说做雾化 一定要谨慎 我赶紧抱着 扶着父亲 吓得大喊 观世音菩萨 救救我爹 让隔壁床的小伙子 叫医生和护士 感恩这个小伙子 又迅速给大姐打电话 医生护士 开始给父亲吸氧 输液抢救 随后大姐 大姐夫 二姐 二姐夫母亲 都赶到医院 父亲一晚上的输液 吸氧 鼻子不通气 是用嘴巴吸氧 我也是一晚上的 念观世音菩萨 和大悲咒 供修时放着声音 或抱着父亲 或摸着父亲 或给父亲煎尿 不敢离开父亲 我给一位师兄 转了五百元 请师兄带父亲 初一放生 若父亲在此时去世 也算是善终了 死在了儿子怀里 亲人都围绕着 检测 血液里的二氧化碳含量 越来越高 父亲的手脚变凉 医生都发了病危通知 到了初一早上 六点多时更加严重 父亲基本昏迷 八点多 推着父亲转到重症监护室 主任医生说 情况不乐观 他们没治过血管炎 就怕以后撤不了氧气呼吸机 开始抢救 嘴巴插着氧气管到肺部供氧气 鼻孔插细管到胃部注射食物 嘴巴还插一管到肺部吸弹 家属只能在走廊等待 我坐在椅子上 披着父亲的棉袄 淚如雨下 几乎 不能持咒 感到胸口 振振疼痛 下午三点四十到四点 探视 医生还说 情况不乐观 我初一 持大悲咒六百遍 并求菩萨 护佑父亲 度过此劫 若能平安回到家中 愿今年朝拜普陀山 并写出感应文章 习请观世音菩萨 护佑能创造奇迹 正月初一到初八 每天持大悲咒六百遍 我天天带父亲 忏悔和回向 初九持大悲咒五百遍 初十十一三百遍 期间每天求两次大悲水 倒进给父亲的饭中 初四 妻子还去北京八大处 给父亲挂了健康吉祥牌位 初五十一生 还说不见好 家属可考虑 往石家庄转院 我和母亲 大姐二姐商量 还在此医院治 听天由命吧 初六探视父亲时 镇静药 渐渐作用不大了 只见父亲特别难受 下意识地用手 不断地把管 绞不住地砸床 后来护士 用绳子把脚绑住 初七换了进口的抗生素 外面买单 进口药 亚安培南 终于开始好转 初十上午 把供养馆拔掉了 我到病房探视父亲 和父亲拉着手说话 父亲特别高兴 我知道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我天天持着后回向 求菩萨护佑父亲能平安出院 正月十一转到了普通病房 十三 又以父亲名义 给一位师兄转了二百元 请师兄带父亲 在正月十五放生 正月十五上午 终于带父亲出了院 用轮椅推着父亲 到了大姐家 我也终于不用在医院睡觉了 十六 我回到北京 现在父亲吃饭 方便 均能自理 已能下地走路了 身体依然虚弱 父亲每日念佛三千 观世音菩萨圣号一千 相信佛菩萨不会不管的 母亲 大姐 二姐 照顾着父亲 我在医院走廊 天天持肉时 也向其他病人家属 做过佛教的宣传 一个病人家属说 我天天祈祷 起到了作用 说我家老爷子 好转明显 在医院走廊时 初一 初二 初三 均有重症监护室 不再抢救的病人 在亲人的哭泣声中 而转回家 真是生死无常啊 晚上上厕所 要过推人出的门 有时还感到害怕 每天功课完成 回向时 我都会回向往生之时 自由自在往生极乐世界 愿佛菩萨都忽悠我们精进群的佛弟子们 不要在重症时抢救是往生啊 再说说其他的一些事 我大姐的公共 对奇门遁甲 和四周命里 有较深的研究 我对奇门遁甲 也会一点点的应用 给父亲起局 也总显示 医生不克这个病 还有好多道友 好多年前 有一次 我和父亲在大姐家 刚好遇到大姐公共 和三个道友聚会 都说我父亲寿命70或73 今年我父亲74了 但他们都说 如果念佛的话 他们就算不准 可见研究命理的人 也知道念佛能改变命运 可惜念佛修行的不多 今年我遇到了大姐的公共和婆婆 并劝他们多念佛 以改变命运和求生净土 研究命理 即使算得再准 也不能改变命运 感恩佛菩萨 感恩大悲咒 感恩给我父亲回向的师兄们 感恩抢救的医生护士 我将此终生难忘的经历写出来 以尝寂 佛菩萨的恩情 此文若有功德 回向给我父亲 离婚的那位阿姨和她的姑姑 及她的家人 回向给父亲 累积今生 伤害的众生 都能同众佛制 三宝加倍 福慧增长 离苦得乐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师智菩萨 那么地藏王菩萨 那么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 作者 慧行 随喜功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